如果在飞机上看到这样的男人 那你可要注意了 他时而东张西望 目光像刀子一样锋利 时而又来回走动 似乎在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 或许他只是为镜中职守的空景 比如眼前这个叫尼姆的男人 在警队是名副其实的老油条 上班摸鱼是家常便饭 趁着乘客们睡觉的时间 偷偷溜进洗手间里 用胶带粘住烟雾报警器 点上一支香烟 肆无忌惮地享受起来 这种事他以前经常干 从来都没有被人发现过 不过这一次情况似乎有些不同 尼姆刚回到自己的座位 手机突然传来信息提示音 按理说卫生间并没有监控 对方是如何知道的 而且飞机上的网络 是非常隐蔽的内网 一般乘客也不可能连上 就在尼姆疑惑不已时 对方又发了一条信息 二十分钟内准备一亿五千万美金 否则将有一名乘客丧生 如此功而堂之挑衅 尼姆唯一能想到就是同伴在恶作剧 随后不动声色地找到对方 将手中的信息向同伴展示 没想到对方却是一脸猛逼 再三声明不是自己 说完还拿出手机已是清白 此刻两人对视一眼 结果已经显而易见 飞机上真的有人要接机 根据安全手册 飞机上出现威胁需要马上迫降 可问题是 目前飞机正处于大西洋上空 离最近的机场也需要一个半小时 这和歹徒给的时间相差甚远 无奈 尼姆带着手机找到了机长 机长立刻联系了指挥中心 排查所有乘客的身份 同时再查一下歹徒给的银行账户 不过这需要将近半个小时 而歹徒只给了他们二十分钟 怎么办 只能想办法把歹徒揪出来 尼姆找到一位空姐和自己的临座红发姐 空姐上飞机后一直在忙碌 红发姐就坐在自己身旁睡觉 这两个人基本可以排除嫌疑 三个人来到监控室 尼姆不断给歹徒发信息 空姐和红发姐负责在监控上 标记出一直在玩手机的人 彻不标不知道 一标吓一跳 使用手机频率最高的人 竟然是尼姆的空警同伴 在监控上 对方神色慌张地起身朝着卫生间走去 尼姆也追了过去 同伴感觉自己的秘密快要暴露 出手就准备杀人灭口 两人在卫生间扭打起来 然而一不小心 尼姆竟然不小心杀死了同伴 时间刚好过了二十分钟 此时手机又收到短信 尼姆又找到机场商量对策 没想到 机场正用一种诡异的眼光看着他 指挥中心检查了所有乘客名单 所有人都没有犯罪背景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歹徒给的那个账号 竟然是在尼姆的名下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空警 三十年来一直尽忠职守 但是今天却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敲诈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劫机犯 机长直接没收了他的配枪和警徽 而此时的尼姆一脸茫然 实在想不明白 歹徒要求打款的那个账号 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成了自己的 也许是看出尼姆的迷茫 机长一脸轻松地表示 劫机可能就是一个玩笑 二十分钟已经过去 飞机上也没有人死去 尼姆心里有苦说不出 总不能直接告诉机长 自己刚刚在卫生间杀了同伴 同时他也反应过来 这个歹徒把他当枪使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尼姆必须找出真正的歹徒 转身尼姆打开同伴的手机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同伴一直利用植物之变 替步伐组织贩卖面粉 这个把柄落在歹徒的手中 在对方的精心策划下 迫使同伴和尼姆反目成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眼看第二个二十分钟就要到期 尼姆决定对乘客突击检查 无意间看到一副熟悉的面孔 就是眼前这个猥琐的眼镜哥 在临上飞机之前 眼镜哥假装戒火 说自己要去阿姆斯特丹 可这趟飞机是飞往伦敦的 一番暴力审讯后 眼镜哥表明有人给了自己一百美元 要他主动和尼姆搭讪 这话一听就是在下摆 然而就在此时 当尼姆冲向驾驶舱时 机长已经口吐白莫倒地不起 根据一位医生判断是中毒身亡 歹徒嚣张地发来几条短信嘲讽 同时提醒第三个二十分钟已经开始 这一系列不寻常的迹象 已经在乘客中引发了恐慌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尼姆对歹徒仍然一无所知 这时一个黑人小哥主动上前帮忙 他是一个顶尖的黑客 可以编写某种信息病毒 发送给歹徒后能够无视静音模式 如此一来 就能根据手机铃声找到歹徒 随后尼姆让空姐把所有乘客 全部集中在商务舱中 自己则持枪 让所有人双手举过头 悄悄地按下发送键 果然短暂地寄进过后 一个地中海的兜里手机响 尼姆二话不说 直接把地中海压到了机尾 可惜还没来得及审讯 地中海突然瞪大双眼口吐白沫 就这样一命呜呼 此状与机长如出一辙 此刻的尼姆心力交瘁 对眼前的情况一筹莫展 红发姐主动走了过来 提示也许可以从歹徒的手机入手 随后开始测试歹徒的手机密码 没想到立马竟然真的被破解 然而两个人还未来得及高兴 屏幕上突然冒出一串倒计时 看样子似乎是一个炸弹的计时器 而与此同时 飞机上突然插播了一则信息 内容正是关于尼姆的 说他现在已经被警局开除 是一名穷凶极恶的接机犯 无数乘客顿时惊慌不已 决定主动进攻 这场精心谋划的接机 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控制 一架正在行驶的飞机中 机长莫名其妙地中毒身亡 唯一调查真相的空警 误打误撞被当成了截击犯 而飞机上的乘客决定主动进攻 此时的尼姆对这一切还毫不知情 因为红发姐无意间启动了炸弹 尼姆需要尽快找到炸弹的位置 按理说 机场有严苛的安检程序 炸弹这种东西怎么能上飞机 猛然间尼姆突然想到 空警不需要过安检就能直接上飞机 随后找到同伴的行李箱 在里面发现了大量面粉 同时面粉下面果然隐藏着一颗炸弹 然而 当尼姆转身回到商务舱时 突然被一群乘客袭击 当场就被制服 万般无奈之下 尼姆只能将事情合盘拖出 乘客顿时慌作一团 好在还有几个比较冷静的 在尼姆的指挥下 几个人先把炸弹安放到飞机的机尾 用行李箱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防爆箱 这时地面部队突然打来电话 严厉警告尼姆 他在飞机上绑架乘客的视频已经发到网上 现在收手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任凭尼姆如何解释 上次根本就不相信 回到机舱后 尼姆无意中看到 一个少年正拿着手机拍摄他 很明显 就是这个小伙子上船的视频 尼姆夺过对方的手机 原本想要删除那个视频 结果好巧不巧 看到了一幅奇怪的画面 眼镜哥在被抓的那一刹那 将自己的手机塞到了地中海的兜里 毫无疑问 眼镜哥才是真正的接机犯 千钧一发之际 眼镜哥挟持了旁边的光头 趁乱藏了起来 而在机舱的另一端 光头在尼姆的提示下 准备检查眼镜哥的行李 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发生 黑人小哥突然跳反 用枪打晕了光头 眼镜哥也趁乱抢走了尼姆的枪 两人一前一后 算是彻底将整个飞机挟持 既然硬的不行只能来软的 尼姆看眼镜哥良知未敏 苦口婆心地劝说起来 继续这样下去 飞机上所有的人都得死 不如大家一起商量商量 可尼姆哪里知道 眼镜哥挟持飞机的目的不是为了钱 仅仅只是为了报复社会 原来眼镜哥也有一段悲伤的往事 他的父亲死于一场恐怖袭击 为了给父亲报仇 他选择参军 结果却被政府当成杀人工具 现在他要用这种最残忍的方式 揭露出政府的无耻和虚伪 自打上了这架飞机 就没打算活着离开 然而一旁的黑人小哥听了这句话 心里突然冒出无数个问号 他挟持飞机的目的就是为了钱 眼镜哥这不是要害死自己吗 当下两个人变起了内讧 一个一心求死一个一心想活 眼镜哥心一狠 当场毕掉了黑人小哥 炸弹也在此时突然爆炸 巨大的冲击波席卷了眼镜哥和黑人小哥 一股浓烟从机位冒出 飞机的引擎彻底罢工 坠机或许仅在指使之间 情况万分危急 副局长决定霸王硬上弓 尽量控制飞机保持平衡 经过十几秒的生死迫降 飞机随终还是稳稳地停了下来 幸存的乘客无意身亡 一场惊心动魄的劫机事件 以一种不太完美的方式拉下帷幕 空中营救作为连姆尼森的经典之作 这部电影集合了悬疑动作等因素 前半部分的反转不断 每一次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看的人直呼过瘾 而后半段情绪的张力和动作戏 也时时刻刻揪着观众的心 总体来看 这部电影相对于 尼姆连森的其他营救系列 绝对更加值得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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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